那另外我想要介紹的最後一款是穿NG Private Collection 2025 那它這一款就是說 因為NG Private Collection 是以精品的方式來操作這個款式 那在尤其是在這一款的產品線裡面 各位朋友 它的設計跟以往的包包 是更有所謂的精品感覺 那除了像剛剛之前兩款介紹 它都有鋁製的石扣的部分以外呢 還有一般的內帶的部分 可以裝一些個人的屋外 這邊打開來以後 它裡面有一些隔間 它除了鋁的防塵袋以外 它這裡面就是適合來放一些微單類單 或是一些比較初階的所謂的單眼的相機 那現在像很多不管是男生女生 尤其是一些女性的消費者 那他們可能就是會參加一些Party 或是說一些比較時尚的場合 它可以帶這個包包 但是我不失去它的時尚 可能要進行給大家 他們的相機 示範或是跟朋友聚餐 那我想這些 這些的包包的系列 都會是非常適合現在所謂的 一些熱愛 所謂的一些社交活動 一些Social 的一個Meeting event 參加一些活動 或是一些股店Party 然後帶回數 然後帶回數 那希望各位會喜歡我們這次2013年 所推出的延長系列 謝謝各位